看看这排队的场景 人太多了 都挤不进去 只卖米线 卖完了 坐在门口收工 来徐生排队吃个老葵山米线啊 本地人推荐的 看看这队伍排的 屋里全是人 看看这队伍 我们到里边看一下 里边都快挤不进去了啊 帅哥这个队伍要等多久 这个队伍啊 他下面一样比较快 有十几分钟 这么长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吗 对 一会到12点的时候 拍到那边 想不到一家米线店居然这么火 就看着场面 他也挤不进去拍摄了啊 也不用拍了 就这人情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啊 估计很多人会说 多少钱一天请的 隔壁还有一个房间 也都坐满了人 这一碗是多少钱的 这一碗是大碗件钱 这一碗是10块05毛 10块05毛 对 你们家生意这么好 一天得卖多少万 一天2000万左右 最高峰卖多少万 最高峰卖3000多万 再多也就忙不过来了吧 再多就忙我做不出来了 天天都拍这么长队啊 每天都拍这么长队啊 哎 我在里面讲牛肉了是吧 来 两大碗一份牛肉是吧 你们店干多久了 我们从我叔叔那一份从94年开始干的 接触过来 对 94年我叔叔就干了 这一碗辣椒的 这一碗辣椒的 家里面就是辣椒的 好嘞 这辣椒量是正常放的 正常就是一勺 居住人还是能吃辣啊 好嘞 这一碗多少钱 这一碗是19 大家火到什么程度啊 这才天还没黑 然后已经卖完了 没有了 不卖了 这家米线是正常放的 里边啊 现在已经挤不进去 在门口住了 嗯 脆的牛肉 真香 感觉以前吃的米线都不叫米线 太半色了啊 顺米线还得以这一锅 但是辣椒的 其实也没这么辣啊 你看看上面 看下这辣椒 但是吃起来也没怎么辣 吃货没有福了啊 吃货没有福了啊 电街啊 就在下方 想吃的就可以买 哇 买回去尝尝正宗的 徐州米线是什么味 这边 现在这边 也没咬过 也没咬过